如果今天你跟他打包票 你把監獄裡面的死刑犯 全部一次執行完 保證讓你拿到下一次的證據 我覺得真的阿 你只要這個執行死刑的力度強盜說 我今天只要這幾槍打下去 保證再給你四年 保證再給你八年 保證再給你八年 明天馬上就排隊了 主將要不要明天也開call in 讓我們洞家軍大談死刑 好了啦 我常常跟大家講嘛就是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見嘛 要爭論就是你要在真的議題上面爭論 我基本上覺得啦 跟你無關的都是假議題啊 你沒辦法決定的東西都是假議題 這種死刑也是假議題啊 死刑也不會因為我今天 假設我call in 進去 我把黃建東壓在地上摩擦 他媽就會執行死刑啦 他也不會啊 他就討論爽的而已啊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我是比較支持就是 偏face這個 來囉 face傻屌 主播還是我去見到哪裡做 一模全插著啊 不是啊 你去見到哪裡做 但是你的事啊 我會不會屌子 但是你就殺一個人殺很多人 那我殺一個人無期 殺很多人無期 那我不如多殺一點 不是也是很划算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能當作一個face的對決 就這樣 好 剩下一個 陳老師你這個角度呢 其實跟那個電車問題是一樣的 當一台電車失控的時候 撞向一邊死兩個人 另外一邊15人 要選擇哪一邊 人命是否等價 死兩個人那個人可能是小朋友 15個人可能都不僅僅 哪些人命是比較好價值 這個值得大家 可以決賽嗎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呢 根據平等理論 撞向左邊跟撞向右邊都不要選 要就是兩個一起撞 大家一起死 哎 結論就是 撞左邊也不對 撞右邊也不對 撞中間 大家一起死 理論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撞左邊 剩下的人 留在右邊的人會內疚一輩子 你撞右邊 左邊的人會內疚一輩子 啊怎麼 怎麼不是撞我這裡 所以呢結論就是呢 全部送去轉生異世界 最平等 大家一起死 誰都不用內疚 啊 我們的職者就是讓他們去見上帝 他願不原諒是上帝的責任 啊死刑就讓他見上帝了不是嗎 死刑就讓他趕快去見上帝啊 上帝覺得他沒錯 就會再給他一次投胎的機會啊 就轉生異世界啊 對不對 上帝覺得他有錯 就不會讓他轉生異世界嘛 下輩子就當豬嘛 這不是很多故事都是這樣嗎 為什麼 啊啊啊 神明不小心對不對 打雷劈死的一個不該死的人 就讓他轉生異世界啊 上帝如果原諒他 上帝就會讓他轉生異世界嘛 也不用你來煩惱這些東西啊 太棒了可以見到豬大哥了 又有伴主被砍的哦 想看洞窺去墊他們一圈 不是啦 墊他們就沒有意義 就浪費時間而已 所以我就跟你講 廢不廢死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假議題 他會說你沒有人權 你虐待啊 啊人權宰就這麼瞎啊 啊你什麼都 他都是 啊 你不是上帝 你不是什麼對不對 啊虐待又說什麼 啊你沒人權 這是什麼的 呃 怎樣怎樣的 毛病一大堆啊 好啦都不要判案好不好 讓他出來殺個爽 最有人權的好不好 大家都想殺人 大家都要有人權 大家都平等 最好就是10月10號 國定殺戮日 每人發一把槍 看誰能活得下來 好不好最平等啊 啊每個人都有一把槍啊 也沒有不發給你啊對不對 按照他們的邏輯 政潔幹嘛要死 因為他太誇張了啊 政客就一定要殺掉他啊 政潔是一個政治議題 跟廢不廢死是沒有關係的 就政潔你不讓他死 會會會會掉票啊 只好執行啊 就政府就是這樣啊 啊你如果執行死刑 那個歐美會抗議啊 那就基於中華民國對不對 那個歐美會抗議 要應付歐美人來說 那我就不執行 可是當有一些人 太誇張了對不對 你不執行死刑 會有民怨 會掉票的時候就殺啊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 被不被死就是個假議題啊 因為你去問說 啊為什麼這個人你執行 啊為什麼這個人你不執行 他不會給你答案啊 他不會給你答案啊 就是你你會掉票 我就執行 不會掉票我就不執行 你現在就是選票講話嘛 我跟你講啦 你今天如果同意死刑的人 同意死刑的那個選舉人必上 我跟你講啦 沒有人會不同意死刑的啦 政客就是這個樣子啦 講一大堆屁話 不如拿票來討論最實際的 你執行死刑 會掉票 就沒有人要執行啦 你執行死刑 會有票 大家就執行 你以為政客是什麼人 政客就跟那些法官一樣啊 你以為法官喜歡在那邊判案啊 啊不過就是混口飯吃而已啊 你以為去那邊當法官的 真的心中很有正義感 我希望當法官 我希望公平判案 那就得過一天是一天 反正媽的 公務員的心態嘛 我只要不同樓子對不對 每個月可以過得舒舒服服 有錢你就好了 誰想屌你們這些 他媽的底層在幹嘛啊 啊你去殺你的 反正不是殺我就好了 那這國三生應該直接判死 這樣民進黨票會up up不是嗎 啊不是啊 因為民進黨已經是公然挺廢屎的啊 你如果你在這個案子轉彎的話 你可能不但拿不到票 還會跑掉這些廢屎的票啊 他就是已經挺廢屎啊 就是在那邊裝著義道德啊挺廢屎啊 啊國民黨就是 反正你一聽拿一邊 我就挺另外一邊嘛 把另外一邊一邊的票拿走嘛 對啊 對啊 扣三千那法官也是啊 隨便扣人家帽子啊 你說欸你這樣子講 會造成社會恐慌就罰我3000塊啊 我說一個人會死 叫做造成社會恐慌啊 又不是說我明天去X他 我說一個人會死 媽也造成社會恐慌 啊你要不要學中國人 把那個X都改成S好了好不好 特悲 因為你講了台灣的機密 蔡依依是人造人不死身 好了啦 耶啊 又黃牌一張 那法官也是混口飯吃你別這樣 對啊 所以我從來沒有說那個判案的法官怎麼樣啊 我哪有特別編那個法官 我也知道他可能有難言之隱啊 如果那個國三生放出來 又S幾個人被S是不是繼續挺 不是嘛我就跟你講嘛 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那個國三生想殺人嘛對不對 你就把那些廢死的人的家屬 放到他前面說這些人你盡量殺 家屬會原諒你的好不好 就這樣子嘛 讓他殺個爽嘛 那主播你個人主觀意見 你覺得魏成年是真的不應該判死刑嗎 我的觀念當然是魏成年才應該 魏成年才應該判死刑啊 年紀輕輕就這麼墮落了 有什麼好救的 你看喔我跟你講你看喔那些廢死人的言論 他是不是相信人性本善 那你假設我們假設嘛 善良有100分 惡有100分嘛 你說啊人性本善 那他現在是從善良100分 然後他在18歲都沒滿之前已經變成-100了 他說正100在18歲以前已經變成-100了 這種人有什麼好救的 你說你本來在正100對不對 你掉到了剩30 20對不對 那救你也就算了嘛 你去偷個錢 你去強盜一下對不對 掉到剩30 20甚至-20-30就算了嘛 啊你已經從正100掉到-100了 你這種人有什麼好救的 那請問主播柯比強暴了有-100嗎 為什麼轉生一世界了 沒有啊 啊強暴就沒有-100啊 他如果掏槍就-100啦對不對 啊你看 柯比強暴了他有被禁賽嗎 沒有嘛 啊有一個人掏槍了是不是就被禁賽了 禁賽還有雙標 以前有一個0號掏槍就被get out了對不對 這個掏槍才禁賽20幾場而已啊 差不多啦 啊你們還有什麼要討論的 沒有林爸爸要這個洗乾嘛呢 老實討論這種東西真的超無聊的 為什麼超無聊你知道嗎 因為職不執行死刑權力也不在你手上嘛對不對 第一個是他判死刑 然後還要透過這個法務部長 好像還要簽簽名什麼的 才能執行嘛 法務部長聽總統的 聽行政院長的 行政院長就是看有沒有好處嘛 我就說啦你今天行政院長是誰 陳建仁嘛如果今天你跟他打包票 你這個死刑執行下去 你把監獄裡面的死刑犯全部一次執行完 保證讓你拿到下一次的政權 假設啦我說假設這個是對等的 我跟你講啊明天馬上就排排戰啦 我就真的啊 你只要這個執行死刑的力度強盜說 我今天只要這幾槍打下去 保證再給你四年 早上再給你八年 明天馬上就排隊啦 不然因為你執行死刑 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會有很多方的壓力啊 啊你執行有執行的壓力 你不執行有不執行的壓力 那就看哪一邊大嘛 像鄭捷如果你不執行 國內的反彈聲量很大啊 那個TPBS中天沒事就拿出來編啊 啊這個在捷運上亂砍人的 亂殺人的對不對 為什麼還不執行什麼的啊 然後因為這件事很大嘛 你就變成說你就起骨難下 就到底要不要執行對不對 不執行一直被罵 好像名義掉很多 最後就送他出去了嘛對不對 啊有一些人 反正你也沒聽過這個案子啊 那我不要執行免得被人家噴啊 不是啦 啊政客也只是來撈錢的而已 你以為當法務部長都是他媽的 心中有正義 啊每個都是他媽的 什麼上帝轉世喔 上帝就要降臨啦 賴清德是我老闆 每個都是他媽的 白面包青天是不是啊 少來了啦 那還不就領著那公務員的薪水對不對 然後他媽的 拿著香噴噴的錢 去炒房 炒地 賺更多錢 讓自己這輩子過得爽歪歪 主將最後水正步吧 標題吳子佳 只要紅友銀一柯文哲一票 我送你100萬 曹聚穿 黃牌再一張 恭喜 sayonara 恭喜 恭喜聚穿 今日黃牌累積滿兩張 sayonara 先播眉飛色舞 幹你到底他媽為什麼一直播眉飛色舞 你媽有病是不是啊 是不是還要領牌 幹你媽的咧 不要領不到牌就一直叫好不好 很少 那主播假設你說未成年要判死刑的話 你覺得未成年的犯案率真的會降低嗎 老實說 不會 老實說我覺得沒這麼差 因為真的很少人未成年之前 會犯到要被判死刑這種刑罰 不然你認識幾個案例是什麼他媽的 什麼 人才國中 然後就他媽的帶著屠刀上大街的 沒有啊 就是正常的年輕人 就算他被怎麼樣帶壞 也不太會去殺人啊 啊他頂多嘛 頂多被幫派吸收 去賣一些K 賣一些丸子 啊帶一些貨 最多就這樣子嘛 幹你說一個年 一個18歲都沒滿的人 還在學校裡面的 可以搞到變成他媽 十大槍擊要販嗎 很難吧 要阻止黑幫入校園 不是啦 那你要怎麼阻止嘛 我就跟你講 現在的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都是來混口飯吃的 你真的你在學校外面 有他媽幫派分子罩你 我問你啦 教官敢處理你嗎 訓導主任敢處理你嗎 你不要說這些 掛名的人了 你就算 警察 你也不敢動那些大尾啊 你雙北沒有什麼他媽竹聯邦大哥 沒有他媽天道蒙大哥 一定有啊 啊你看那些警察趕快動他啊 我警察還是零份薪水啊 啊靠北你要我去惹那個 媽大哥 到時候媽我家人被殺光了 誰誰幫我對不對 這只是混口飯吃耶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 我只要過得好就好 這叫做 啊你以為人家 人家真的有正義感才當警察喔 媽還不是因為是鐵飯碗 公務員 我會口飯吃而已 以前夜間部堵日間部 學校門口停滿二三十台機車 教官直接把門關起來 打完我再出來 是在說我們老大哥嗎 又什麼啦 又跟老大哥有關係了 主播我以前讀新竹謀垃圾高中 那時候我們學校的制度是 敢在學校打架一律退學 學校的打架率真的降低很多 不是啊 那個是你以前啊 現在的學生又不一樣 現在的學生是 怎樣 你的小老退學 我找立委 我找他媽一員 過來喬 啊孩子有受教育的權利啊 你怎麼可以讓他退學呢 你要立法行政啊 人家又沒有三個大貨 你怎麼可以退人家學什麼的啊 對啊議員立委一來 媽的 校長還不是嘴巴閉閉 當年同學混黑道 現在在菜市場賣滷味 我去買還會多受一份鬥感 連一刻都沒有為曹聚川的死亡哀悼 立刻感到戰場的是小曹昇華 不是啊我也沒有特別排擠他啊對不對 我也沒有特別排擠曹聚川啊 啊他今天確實是兩張黃牌啊對不對 不然我們問亞洲洞粉最後希望嘛 你剛剛是不是打無叉加收到黃牌的嘛對不對 我沒有亂發他牌吧 啊你打無叉加是不是收到一張 他剛剛是不是打無叉加 打了嘛所以他再收一張合理吧 我認識一個以前黑道現在在開健身房 挺科P改變台灣社會 我也認識一個啊 你認識的那個是不是還有賣便當 還有開網路商城的啊 沒有啦我跟你講啦 費死這種東西 費死這個東西你要看你要怎麼討論 如果你是討論實際面 就是你拿實際的數字來討論的話 就是科學 所謂柯文哲人的理性物實科學 這招來討論的話 我跟你講 費死至少已久開啊 費死哪有什麼理性科學 啊當然啦你說如果討論到什麼哲學啊 什麼只有上帝可以殺人這種 媽的虛無飄渺的東西的話 那也沒什麼好討論啦 因為沒有結論啦 好啦今天差不多啦 留一點東西明天聊吧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 筆地大師國動張惟航分析報告 那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也不評論一種 看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PWD拍帥哥嗎 點讚數7%欸 我還以為那都要點讚欸 那你一定會受到他就評價了 都機器人喔 就好